什么东西吃多了容易的胃啊,什么东西吃多了热头头,分水肿,伤骨伤肾伤血管,什么东西吃多了血压飙升,脂力受损。 其实这提到的所有害处,有一种每天必吃的食物都占全了,那就是,食盐。 多吃一口盐,伤害变全身,一,伤血管,颜值多了会引起高血压,同时还会使血量胆固醇升高,促使我们的血管变薄,变脆,这就是非常可怕的动脉周囊硬化。 如果心脏血管动脉硬化,那就会导致心肌梗死,关心病的出现。 如果是脑血管变脆,变薄,就会出现脑溢血,脑痙的。 二上股,年的主要成分是钠,一般而言,人体的炫会将每天多余的钠排出体外,每排泄1000毫克钠,会同时耗损26毫克钙。 人体摄入的钠越多,需要排出体外的钠就越多,而钙的消耗也就越大。 长期的高原饮食,会使骨密度越来越低,导致骨头变脆,换上骨质疏松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伤心脏,这份研究中指出,人们每天摄入的氯化纳,超过13.7克,心力衰竭的速度会翻倍。 四,伤皮肤,损皮肤,脂炎多的时候,由于沈透压的作用,身体组织的水分会减少,排出身体的水分会增加,也不利于皮肤的饱水。 五,损皮肤,脂炎多的时候,由于沈透压的作用,身体组织的水分会减少,排出身体的水分会增加,也不利于皮肤的饱水。 六,伤肝肾,顺脏是人体的一大重要代谢器官,人体的代谢废物,很多是通过顺脏,最终以尿液排出体外,多吃盐就会大大加重顺脏的负担,嘴肝也不好。 七,治胃癌,流行病学调查表明,盐摄入量和胃癌风险之间有正相关性,也就是说,也是清淡少盐,是有利于预防胃癌的因素。 四,不选到一代放心眼,一看防伪标志,不要在这边小店满盐,最好的正规超市,选购带有QS认证标志的眼,标志因清晰,完整的记录成分,含量,厂明,长指等信息。 看包装袋,正规食盐的包装袋上,图画和文字都十分清晰,包装封口桥上有生产质期,如果发现包装上的字迹模糊不清甚至有虫影,封口不紧,很可能是劣质炎,另外,真盐带两头封边宽度箱的,假盐带子上的锯齿棱角分明。 包装袋往往会一专长一些,三看质地,正规食盐的质地细腻,不搅手不粘腻,四闻味道,符合国家标准的食盐,是白色,无意味的,如果发现自家食盐有臭味或其他味道,应避免食用,不同人吃不同盐。 中国营养学会常务理事黄承玉说,盐发来五点盐和加点盐两大类,沿海居民还产品吃得多,当地水中的点含量也较高,可选择五点盐,患高血压,关心病的患者,可购买滴内盐,因为滴内盐的那含量,比普通盐第三分之一左右,假,每含量较高,那可导致血压升高,而假和没有利于日方高血压, 保护心脑血管,不过,滴内盐所添加的假会增加肾脏的负担,肾脏功能不全,肾衰竭的病人应避免食用,大多数中国人吃的是海盐或井盐,放盐讲究时机,烹调前先放盐的菜肴,蒸制快肉时,蒸前要将盐,调味品一次放足,烧整条鱼,炸鱼快食,烹制前先用适量的盐烟子再烹制, 有助于咸味渗入肉体,烹制结束时放盐的菜,烹制爆肉片,葵活肉,炒白菜,炒蒜苔,炒芹菜时,全部煸炒透时适量放盐,炒出来的菜肴嫩而不老,养分损失较少,使用前采放盐的菜,刚烹制时就放盐,做红烧肉,红烧鱼快食,肉精煸,鱼精煸后,即应放入盐济调味品,万火烧开, 小火微炖,烹熟后放盐的菜,骨状汤,骨头汤,腿爪汤,鸭汤等荷汤,在熟烂后放盐扫萎,可使肉中蛋白质,机房较充分的融在汤中,汤更鲜美,炖豆腐食盐熟后放盐,控盐尿招解盐不解胃,对一些特殊人群,食盐的渗入量更应有所控制, 猪糖鸟并非高血压患者,应每日少于5克,高血压患者应每日不多于3克,而肾病患者应每日不超过2克,同时,肠头痛,易水肘,患慢性咽炎,皮肤差,胃不好,骨质疏松的人也应少吃盐,减盐不减鲜味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范志宏,分享了减盐不减鲜味的妙招 方法一,晚放盐甚过早放盐,较早放盐,盐分已深入食品内部,仍在同样的咸度感觉下,不知不觉摄入更多盐分 方法二,多放醋,少放糖,吃饭加鲜香,饱糖会减轻菜的鲜味,放醋却可以强化鲜味 因此,尝在菜里面放点醋可减少盐的用量 做菜时加些番茄酱,柠檬汁,也有一样的效果 咸味不足的食品,如果加点辣椒,花椒,葱,姜,蒜之类像细料炝锅 再适当放鲜味调料品,可以使较淡的菜肴更好吃 方法三,减少含盐食品配料 很多调味品和食品配料中都含盐饭,熟鸡精,甜面酱,豆瓣酱,黄酱,日本酱,豆豉,海鲜汁,香皮等,因减少摄入 吃多了盐,从头伤到脚,跟骨头抢盖,从心脏抢寿命,跟眼睛抢视力,跟肾脏抢健康 可别人由他在身体里为肥作胆,健康吃盐准没错 中国农业新闻网本次突破50万,一篇文章阅读量突破330万的网站 中国农业新闻网介绍,中国农业新闻网是全国唯一一家 具有中国农业新闻网合法,名称的农业专业网站 中国农业新闻网十分重视,网站包括中国农业新闻网 中国,中国农业新闻网,COM,中国农业新闻网,CN,农业新闻网 中国农业新闻网,COM,农业新闻网,CN,农业新闻 中国农业新闻,COM,农业新闻,CN等都属于我们公司 对中国农业新闻网进行了很好的保护 使那些假冒中国农业新闻网的网站无地自容 随着新媒体的出现,中国农业新闻网 又理所当然,拥有了中国农业新闻网腾讯 中国农业新闻网十分号,百家号以及各主要网站微博 以及360,搜狗,币益,知乎等注册用户 居属于中国农业新闻网中的农业新闻 即是中国农业新闻网清新打造的 便于搜索和关注的 谁有思想,谁有发展思路,谁能让企业腾飞 谁就会拥有未来 我们在农业互联网行业,心情更远近20年 我们拥有含金量十足的国家发明专利 国家科技创新立项 以及未来农业互联网的发展思路 中国农业新闻网的成立 包括对所有域名的保护 足以证明我们的前瞻 中国农业新闻网不靠收取费用、运营 到今天就足以证明我们的实力 2018是农业互联网腾飞的一年 农业文化产业网络媒体 还没有任何一家企业上市 这就是我们的机会 我们已经做好的准备 我们正在行动 目前国家处于和谐共赢 共同发展的大时代 谁都知道依靠强权 打打独斗不可能拥有未来 希望有益合作 共蒙发展的有识知识 拿出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具体方案 共同把中国农业新闻网办好 为我国农业发展出力 为我国农业互联网发展出力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